李菲先生這番言論 其實是把這些想像打個稀巴爛 他現在反而是說人大是至高無上的 他是可以做什麼都可以的 香港人你要接受了 這一套說話如果是在97年之前說 我深信香港是不會如當年般順利過渡的 我們要提醒一下李菲先生 其實搞到今天這樣 是因為中央政府背信棄義 至基本法的承諾於不顧 造成的一個敗仗 竟然他今天是說 原來今天香港的敗仗 是由一些爭取民主的人造成的 你說是不是荒謬呢 但是我想現在 在習近平主席的 這個君臨天下式的管治之下 我相信更加荒誕 更加荒謬的說話 將會陸續有利 人家人也不想再說 我相信 他不想再說